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而那些技术比较落后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 大部份在用舊能源 于是在这一刻我们看到很多先进国家 发展了很多新能源运用的模式 今次这一节我想特意拿出什么东西来说呢 就是说那种用轻器做做飞机的东西 你说如果用轻器来做车的引擎 其实香港也有机构特意买部来展览一下 给人坐下用一下 其实这个代表着就是说我们那个内燃机 如果你开车里面那副车里面那副车里面那副车里面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倒汽油去烧的车里面 那现在就告诉你听 你入轻器来去产生动力的那副车里面那副车里面 其实那个技术都叫做成熟的了 但是如果只是说车里面 我想没什么再需要补充了 但是呢 这一节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就是运用轻的能源做飞机那里呢 其实是一路比较落后的 但是现在呢 就有一些比较大胆的投资 是说在民间的一些初创公司呢 基本上他们已经是锐意想着 发展用轻能源的飞机 那这里譬如我自己去找一找 其实有一间叫Universal Hydrogen 就是中文我不知道它应该要怎么译了 总之就是叫 你可以叫环球氢气那样 一间这样的公司 Universal Hydrogen 那它都算是一间初创公司来的 但是它已经在说 就是说呢 它未来会去投入 去发展那个氢气能源的引擎 就是整一个氢气的内燃机 是拿来不只是给车去用 是直接给飞机去用 那这个此其一 那另外呢 同一时间就是呢 就算澳洲呢 直接说的是有另外一间公司呢 它直接想着 将这个超音速的客机呢 是重新再复活 那我们知道以前和諧客机那样 但是玩玩一下就不堪玩了 就是你可以说 一贵了 不够人坐 那然后那林月下降機也不高 而且吵得很紧要了 那但是超音速客机一定吵的 因为它给出来的那个速度是很强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 用一些干净一点的能源 和做到它的效益高一点呢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 会不会这些超音速客机是可以变成一个 是值得买的一种商品服务呢 那现在是讲着呢 这间澳洲的公司呢 它打算玩那个兴器的噴射引擎呢 是讲着由欧洲飞到澳洲呢 只需要用六个钟 很快很快 甚至是四个半钟 甚至有时目标设到四个半钟 你讲着世界上 我不知道大家搭过最长途 台长你搭最长途的飞机 是要搭多久呢 我们当然是说直航啦 如果你说坚持就不要算了 就18个啦 但是如果你从香港到南美都差不多24个 是的 你真是要飞半个地球的话 真是20个钟以上的 我自己搭过 就是由香港飞纽约15个半钟 但是有些人如果是由新加坡飞纽约18个钟 有更长的 有些人可以去到21 就是多数是由澳洲飞的那些 就是要整天 就是澳洲飞哪里都远的 就是由澳洲飞的那些 你尤其是飞到欧洲呢 就是原本一定是那些20个钟机 但是他们就说 如果是用轻气推动超音速的飞的话 4至6个钟搞定 然后呢 以前说的那个和諧客机的航线 由英国由伦敦飞去纽约呢 我不记得那时候是否飞3个钟 但是现在说的 如果他说整个轻气引擎的话 是说要用一个半钟搞定 90分钟 由伦敦飞飞纽约 那就是那种速度就是 那就是很疯的 就是那种速度就是 那就是为什么他敢吹到那么大呢 那这个也是因为 和那个轻气本身的能源效益有关 轻气本身是一个爆炸性很强的气体 就是说呢 它的能量存得很厉害 而且可以一次过释放出去的力量很大 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说 你有些差一点的火药 就是比如你烧烟花 烟花就是一些你特意拖到去 不要烧那么快的火药来的 因为你烧得很快的时候呢 就是跟着很快就会爆了 如果爆得很快的 多数就像炮掌 但是其实如果你在说 在维港上空放烟花 你都分不到是炮掌和烟花的分别的了 基本上都是爆的了 但是平时我们玩的那些 过年过时过时玩的那些 最弱的滴滴金那种的烟花 那些就是一些比较 就是你令它将它燃烧拖长 能量释放得比较慢的那些东西 但是轻气就不属于这种这样的燃料来的 一点下去扑一声 一下就爆了 而且出来爆的力量很大 温度也可以很高 但是因为它爆得那么厉害 所以其实通常它是拿来做什么的燃料呢 就是拿来做火箭引擎推进那些燃料 所以你看到穿梭机也好 火箭也好 它是用轻力做这个燃料 但是可不可以把它改成为民用的客机那里用呢 那现在就是那个技术 你会看到一个萌芽的阶段 但是你问我最后会不会成为一个一门赚钱的生意 比如这些初创公司 Universal Hydrogen 会不会成功呢 这个我暂且不知道 如果你做和鞋客机 你的价格一定要跟普通的客机要竞争 就是 就是为什麽我要 有时你搭巴士 为什麽你要搭X线 或者不搭X线 那你会比较价钱差多远 和时间差多远 那你如果说那些快速的 超音速客机的市场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如果说Universal Hydrogen 这家公司呢 它基本上就是做普通的民航机 是比较小型的 然后它不一定要是超音速的 但是它就希望能够将这种轻气的引擎 就是常态化 就会不会可以令到一个地步 我们未来就是不再烧火水的呢 现在我们那些飞机是用飞机火水的 是的 火水 不要用汽油 是的 飞机火水 那会不会是可以改到用轻气呢 那这个话这么说 是一个很重的环保概念来的 你烧汽油 烧柴油 烧火水都好 炭轻原料 烧原一定是有二氧化碳排出的 就是大家近年去旅行 台长你都有留意 你买机票的时候 有一行数字 除了价钱你最留意之外 有一行数字你看到它有 但是你不会留意的 就是它的碳排放是多少 它的碳排放是多少 那基本上就是 你如果肯坐这程机 你的碳排放就会少一些 那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真是很碳排放 道向地去决定买哪一张机票 那你没办法的 你要便宜 你要转机 转机你就走得远些 那可能你的碳排放会高些 也都好看飞机的型号 本身是怎么样 但是现在说这些轻原料的飞机 就是说是未来一种 没有碳排放的飞机 所以为什么有人觉得值得投资 因为如果说未来世界 零碳排放 而且你飞机你不是那么容易 你地球上行的车 你不消气油 你就可以用电动车取代 你没有听过电动飞机 你可能有听过电动飞机 但是电动载人飞机 你没有听过 我顶多就是听过太阳能的飞机 去推过螺旋掌 但是那飞机不载人的 就是一只普通在天上 一路去搜集数据的飞机 就不载人的 因为你如果用得这些电能的 这些这样的飞机 那你很麻烦的一个地方就是 你去载着那些电的电池本身都不轻 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大家反而不是想电动的飞机 而是好像想这些 继续是用液态元料的这些飞机 那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如果你想去将连飞行都变成零碳排放呢 而且还可以保持回 可以载这么多人的话呢 那大家就是想 要将传统的飞机火水转做为烧氢气 就做氢气作为原料的那些噴射引擎 来作为那个飞机引擎 所以我也会觉得呢 如果假设我们真是未来要转 就是走向一个零碳排放的世界的话呢 如果你说有飞机公司 它是锐意发展就是不用传统的燃料 然后就是用这个氢的原料呢 我觉得是其中值得留意的 但是你问我也都可能 一个发生的事情就是呢 可能很多那些这样的飞机原料呢 它就不再是由石油提煉出来 它可能转了用生化那些Biofield 用生物过程整出来的燃料 那可能将来你会 可能我会讲一下2030年2040年 你照坐一架波音747 但是它就告诉你听 它那些飞机火碎呢 就不是来自石油的 就是来自我们整出来的那些生物原料 但是同时间可能你都会找到 有其他飞机选项呢 就可能是由这些Universal Hydrogen 这些公司整出来的引擎 那它就会整到一架 是烧氢气原料的飞机 但是暂时来说呢 这些东西都是的 讲得能源这些东西呢 不是说即时回报的东西来的 就是无论上次我讲的那些核能 甚至现在讲这个这样的飞机 即是烧氢的飞机 你都是讲这些十年的东西 还有氢气那个发动引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就是说呢 在它那个氢气爆炸的时候 它跟氧气合成为变了水 虽然是只有水蒸气和没有二氧化碳排出 但是因为爆炸是很高温高压 很激烈的关系呢 它会令到那些氧气 会和氮气有化合反应 是会产生到一些二氧化淡和一氧化淡出来 那这些又是一些不好的气体来的 所以未来呢 你如果要看到这个氢的内燃机技术要成熟呢 它一定要答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怎样控制到里面的温度 从而令它控制得到里面的淡氧化物的含量 不可以超标 那那个氢的原料呢 有没有可能是说发展到固体的 它如果要固体 一定要和其他东西化合在一起 就是譬如在那个火箭引擎燃料 它有一些叫固体燃料 就是将氢就将它整成化合物固体了 就令它可以比较 就是可以叫做不用加压加得那么紧要 也都叫做有另外一种途径 来去有效控制去消耗的速率 但是这个就会不会 就是你说会不会飞机是用到固体的原料 那我就不会这样认为 因为始终这个液态的原料 是比较容易控制到它那个 开得多大、开得多快、开得多慢 容易一些控制的 还有它为什么会去到速度这么快 会超音速的 纯粹就是你做得噴射引擎 你能够在一个很短时间之内 给很大的能量发放出来呢 它最后的引擎推力就会大 那氢是一种很爆的东西来的 很爆的东西来的 就是等于大家想 你消气油很容易着火 很容易抢火 但是你如果是烧石油气 烧煤气会爆 氢气还会爆的 那些沼气也是会爆的 那些比较轻的碳氢化合物 甚至最后连碳都没有 只有轻的那些化合物 就是很爆得很厉害的东西来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那罗斯莱斯这家公司还有什么新的搞作 那这里顺带一提 因为譬如说已经有其他的初创公司搞这个氢气噴射引擎 那是否代表着烈斯莱斯这个公司束手待毕 就已经慢慢给其他新的技术取代 我就会说不是 其实不过意我们在过去那几个星期 有意无意提了烈斯莱斯 就是因为呢 原来罗斯莱斯这家公司 就是除了它是在传统的 旧有的汽车和飞机引擎的市场 那里是占了很大的份额之外 另外就是说去到火箭引擎 它会搞 而且是在说火箭引擎 就是说它已经接了个合约 就是接下来要搞这个 由核动力的火箭引擎 那因为有了这个核动力引擎 再人上火星才会变得切实可行 因为它够劲够快 可以令到我们够短时间去到火星 那现在罗斯莱斯 它是真的原来一个 除了在地面和在天空上面飞之外 它是真的很多拥有进军太空 刚才讲的就是 它想弄下一代的火箭噴射引擎 用核动力 然后刚刚在上两个星期 就是它亦都去争取 就是希望未来美国的 第一个月球基地上面的能源装置 那个微型的核反应堆 路斯莱斯搞的 而同时间又刚刚这个星期的消息 就是什么呢 又跟我们几个星期前讲的有关 其实我看回大家原来很有心去留意 那些核能的投资前景 上次news bay那间就是 美国公司 美国批将它的设计批出了 那接下来它会赶在2030年前投产 就将它第一个微型的核反应堆去投产 但是路斯莱斯也说了这件事 但是路斯莱斯是英国公司 那它就会怎样呢 它刚刚也都是过了部分的英国的审批 那就是说路斯莱斯其实去设计那个 民用微理的核反应堆的装置 它就已经将它的提案遞了去英国那里 英国那里要将它分三步来批的 它现在过了第一步 然后就在未来的16个月 我们会有消息看到它过不过到第二步 但是要过了三步之后 才能够正式批出那个专利 就给它正式去兴建那个微型核反应堆 那就是可以说 但是进度来讲就比美国的news bay慢 但是其实美国的news bay 这家公司也都比中国和俄罗斯都慢了 其实已经 那只不过就是你有没有其他国家 那么肯去光顾中国和俄罗斯 去买他们的反应堆技术 那起码你是欧美的国家来讲 它一定是自己搞的 而且也是他们那个 通常就给人一个印象 欧洲在搞这些东西的compliance 就是那些安全系数和管理 就会完善一些售后服务 尤其是就是说它 那美国news bay这家公司 准备去建这个核反应堆的了 那如果你看它的估计还跌了 那就是一些好消息出了 那如果你说盧斯萊斯呢 也都是集合了刚才说的几个原因 它现在不停地进军一些新的领域 其实挺进取的 它是很想去趁着未来世界 在未改变之前 就趁着自己追上了这个海边 那如果你说 就是我不熟行投资那些的话 务斯萊斯是很惨的 刚刚因为它就跌得很紧 但是今年的年头就回了一点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它似乎 在这些这样的新能源 和新的引擎技术的领域 都似乎野心多大 和有少少的进展 那又有人重新去问 是否值得去买律师 这家英国大藍酬公司呢 那你又交回给听众自己想 是的 这个就交回给大家的智慧去决定 我只是熟科学那块我就知道 但是还有很小心 你讲这些新技术新能源概念 一个概念是否值得去炒 我不知道 同一时间你也看到一个消息 维珍航空的老闆就忍痛 将它维珍旗下的其中一个 研究新式飞行的Virgin Orbis那间公司 大量炒人 炒九成多人 另外那时候维珍航空是想说 搞了这个太空航行的 那个Virgin Galactic又不是很成功 所以其实那个科技的进步 成败当然会决定到它的经济收益有多少 但是它开发成不成功 会不会被其他竞争对手赶过 自己去看了那个技术 会不会就是最后开发结果的技术 那其实它们是在冒很大的风险 但是你问我 我都很欣赏为真的 老闆肯去玩投资去开发这些东西 那股票后面还有很多因素 帮我们不够时间讲 Anyway 就是这种高风险的投资 大家知道了 高回报 但是就可能随时握都没有 是啊 是啊 但是就是那句 劳斯来斯 真的在几方面 同时也有很多动作 所以很多不注意 看一些新闻的时候 很不注意就会看到它 嗯 好 那这一刻在此结束 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 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节目